毛髮再生 渴望有新疗法 关键基转就来自人体的鸡皮疙瘩 台湾大学发育生物学与再生医学剂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宋然与研究团队 分析毛囊干细胞的调控基转 结果发现在胶感神经高度活化下 不仅树毛鸡会有鸡皮疙瘩反应 毛囊干细胞的活性也被提升 动物实验里面看起来是鸡皮疙瘩 它当起来的时候它其实胶感神经是高度活化 那这种高度活化的胶感神经 会让毛囊干细胞活性再度提升 提得非常高 这时候就它加速生长就会非常快 换言之胶感神经 毛囊干细胞与毛髮生长有紧密的三角关系 林宋然更进一步表示 他们也发现可透过小分子药物 来活化胶感神经的特殊受体 所以不用透过外在刺激 也能活化毛囊干细胞 看到它毛囊干细胞有一些 对于胶感神经特殊的受体 那这个受体我们一些模仿 胶感神经的药物可以来刺激它 甚至说这个受体的下游 一些分子的脊椎 我们也可以从下游去做它 那你就不需要透过冷 或是很感动或是很害怕 来刺激这个毛囊干细胞 这项研究无疑是找到调控毛囊干细胞与毛髮生长的关键密码 研究成果也获刊在全球权威学术期刊细胞期刊 显示台大的干细胞基础研究或国际肯定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 肖兆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